大家好,这是一台大画幅相机 这是我自己做的 11 x 11英寸 我转用来拍实板 那么这个相机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的结构 其实大画幅相机非常简单 它就这么几个部分组成 这个底板,后组,前组 其实呢,大画幅相机的核心部分 就是这个东西 它叫做皮腔 然后呢,前面镜头的那个像呢 就会呈现在 在你调焦的时候就会呈现在这张磨砂玻璃上 这是一个聚焦屏 呈现在这个磨砂玻璃上 我现在呢,拆开这个聚焦屏给你看一下 我们把这块玻璃拿掉 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这个照相机的内部 完全空的 如果我们把镜头拆掉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照相机里面是空的 它是一个空间 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相机的镜头啊 是怎么样装到这个相机上的 很多人会问我说这个 你那个镜头是什么接口 甚至有的朋友问我说要用什么转接圈 那么大画幅的镜头呢完全没有接口的 它就是一块镜头板 我们用镜头板来接 就这个镜头甭管多大 你只要找一个和这个口一样大的木板 中间窜一个洞 把这个镜头固定在这块板上就好了 然后这块板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放在这个大画幅箱子上 一夹很简单啊 拆的时候你就把它拆下来 比如说像这颗镜头啊 这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一个480毫米镜头啊 我们也是把它装上去 非常简单 大画幅箱子的镜头是怎么调整焦距的啊 很多朋友会问你那个镜头400毫米的焦距啊 但是你那个镜头看起来就这么大一点 它好像又不能拧 它怎么调整焦距呢 焦距很简单啊 调整皮箱的长度 怎么调整 看到这有个手轮吗 左右各有一个啊 为你看清楚你另外一边这个 你看我们向回调 它就缩短了 我们向前条 这个皮箱就伸长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甭管多少毫米的镜头 我们都是靠这个调整 这个皮箱前组到后组的距离 也就是皮箱的长度 来调整焦距的啊 这个是豆腐刀 这个是偏夹啊 我们随便拿一张玻璃啊 因为我照尸板 我用的是玻璃底片 如果你拍胶片的话 这就是一张胶片 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盖板盖上去 你再把它 封起来 这张玻璃底片就封在这个全部密封的片夹子里面了 等到这个片夹子放到这里头以后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豆腐刀撑开 看到吗 这是那张玻璃 我们把这个豆腐刀撑开 这个底片呢 就面向了前面的镜头 你就可以成像了 但是放进去之前 拿出来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豆腐刀插回去 这样才能避光 这个片夹呢 这是有弹簧的 看到吗 这是有弹簧的 我们可以把它拉起来 平常的时候 然后这块玻璃就在这里成像 然后我们拍照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片夹 从这里给它塞进去 那么这个片夹的正面呢 就面对了那个镜头 然后我们把这个豆腐刀拉出来 然后启动快门曝光 曝光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插回去 我们把片夹拉出来 送去洗 怎么曝光 像这只镜头 没有快门 如果你拍胶片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因为胶片曝光太快了 我拍湿板没有关系 我可以用镜头盖 就这样用镜头盖 择下来曝光 然后再扣回去 那施耐泽的这种呢 它是有一个镜尖快门的 T门 B门 一秒 一直到最高的时候 可以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我们把它上弦 然后 T门 一秒 我们再把它上弦 然后我们再 它自动一秒发光 所以呢 这个叫做进尖快门 它这个快门 是带在这个镜头上面的 我们上弦 然后 好 好